哈囉哈囉哈囉 大家好我是阿皮亞 那我今天呢要來介紹這一顆 Grimsmall的 Grimsmall Knife 他是做刀子起家的 那 似乎蠻多 全世界還蠻多刀場 有加入Spinner這個產業的 那 我今天會介紹他呢 因為其實他是算一個蠻特別的 Spinner 我覺得啦 個人覺得他蠻特別的 OK 那他來的包裝就是這樣子 OK 蠻簡單的 就一個紙盒 然後裡面OK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印一個 他有三個 規格 一個這個是 那個黃銅 那 他的規格差別在於說 蓋子是黃銅 然後另外一個是鈦 然後再來就是 不鏽鋼 對 那OK 我就這個先放旁邊 那 他的培領呢 他的長度 他的重量跟長度我先聊一下 然後我再講他培領 他培領是一個蠻特別的培領 OK 重量才不到40克 38克 OK 那 先放旁邊 那長度呢 長度大概在 65米左右 63 64米 OK 63米 好 那 他 培領這邊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OK 他的培領這裡是 他是R168ZZ的規格 所以是一個蠻特殊的規格 因為 應該蠻少人看過這個 Spinner的規格 對啊 那給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 因為他這個啊 是全部都是用CNC的 那 他的包括他的主體部分 可是他這個主體部分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都是黃筒 兩邊這個配重都是黃筒的重量 有沒有 那 轉起來的聲音其實很小聲 非常小聲 然後他有一種 我個人覺得他是有一種比較 簡約風的感覺 因為他其實是蠻簡單的一個設計 他只是單純在上面做一個樓空啊 就做一個洞洞裝的那種感覺 然後 他的那個 兩邊的對蓋啊 兩邊的對蓋都是做一些顆很像小金塊 就是那個EF的小金塊那種 就是 小金磚啊 就是有那種感覺 摸起來 有沒有 還蠻好拿的 可是 他這一顆啊 我覺得 可以 有的Spinner可以正轉 那有的Spinner可以反轉 那我覺得他這一顆 反轉真的蠻難的 就是那個 角度啊 角度真的不好抓 角度真的不好抓 有沒有 所以 這一顆呢 我是覺得他比較適合正轉 因為他在推的時候會比較好推 有沒有 轉動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是蠻薄的喔 他這裡是 兩邊是蠻薄的 所以 在我 在我這種 胖的人玩起來啊 不是說他不好 而是 他在放在口袋的時候啊 可能 一些動作比較大的人啊 他就會去 摺到他 當然 金屬是沒那麼脆弱啦 再來說他是做刀具的他當然在金屬的強度上他會有所斟酌 可是就是因為他太薄所以你又玩起來就會 怕怕的 那他兩邊的配重呢 這裡 都有做一些就是他們家的 Spinner 他們家MARK的圖案 就是 斯巴達 歷史斯巴達 斯巴達的圖案 那所以 其實還不錯 整個設計上其實還不錯 有聽說他們家要出三頁那兩頁的部分就是我玩過之後覺得他們家兩頁真的 配重啊不管是配重還是裴領啊 有沒有 其實真的很穩可是太過於輕就是 因為他配重只配重了兩邊所以你在晃動的時候啊也有可能會有 甩出去的風險所以盡量這一種比較輕巧的這種裴領比較簡約風的這種 裴領 比較輕巧比較簡約的這種Spinner 還是希望大家 用兩隻手玩吧 不要白目了 不要白目 因為真的 有時候會 玩一玩 那就真的噴出去了 那就更麻煩 對 那大家可以在光線上 就是在 在那個光影下看他的轉動 其實真的很漂亮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 他很小一隻嘛 然後又輕所以攜帶蠻方便的 然後 他是我這兩天的最愛 說實在話 這兩天都帶他出去玩 因為這兩天沒什麼工作 我想說 就帶著這一顆出去玩玩 雖然說我是胖的人 我還是很怕他 就是 就是突然間 很金屬疲勞然後斷掉 所以我也是蠻怕的 所以 我到了公司之後我都把他放在桌上 我不會 帶著他到處跑 OK 所以 他的設計方面呢我是覺得還不錯 其實完全不會割手 因為這割不割手啊 變成我一個評測很重要的點 會割手的Spinner 真的很多啊 包括一些大廠家 他們也是會 然後這一顆是完全不會割手 而且 又很輕巧 那轉動上面又 很好看 對 應該是說在 所以 呃 整個 從 從3C產品 往 看這個Spinner的時候 是覺得他的 整個流動啊 或是整個流線型是很好的 有沒有 OK 那這裡 基本上這裡 跟這裡 他是做的都不錯 很符合你手指去 彈他 有沒有 他不會 不會變成說 你彈的時候會 會割到 可能 有的人會覺得說 欸這裡可能做那麼利啊 會不會割到 其實還不至於啦 真的不至於 因為 你的手指頭往回 你無法往回彈 因為找不到一個失利點 對 很少 應該很少人會去往回彈他 因為 這失利點不太好抓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好抓 那可能 有一些 比較玩的 比較資深的人 他覺得 還好啊 沒什麼差別 對啊 可是我是覺得 不太好抓 可能就只能正 正轉 反轉反而 比較不行 對跟那個 跟那個Nuke 那一顆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Nuke 人間凶器那一顆 比較相反 那一顆只能反轉 那一顆不能正轉 然後這一顆是只能正轉 不能反轉 對呀失利點找不到 那 基本上這一顆啊 售價大概在150美金左右 所以說實在話也不 不便宜啦 因為 以他們 以他的這種設計來講 蠻小一顆的 然後賣到150美金 說實在話 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那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要斟酌一下 因為 不是說 每個人都覺得說 他有這個價值 那我當然買回來 我會 因為我是算收藏用 所以 別問我說 那適不適合買 因為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 價格啦 那 這個價格在你心裡面 那你就自己去斟酌 對啊 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 我都是買回來收藏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我工作室這邊玩啊 對啊 我都很歡迎大家來 OK的 有沒有 他整個光影 光影啊 速度上真的 蠻好看的 OK 好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呀 或是想要看更多評測可以訂閱 然後 然後 我們 接下來我會介紹一顆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前面這邊很多都沒介紹過 對啊像這一顆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看過 他是烏鋼的 他是屬於 獨立作者 然後現在這個作者也蠻厲害的 就是 有點打出名聲 那大家到時候也可以看一下 然後 我也會做一些 其他的 像這個 這個就很屌 這個就是推 像推彈一樣這樣推 有沒有可是他是一個打火機 他是一個打火機 OK 好像沒有了吧 我忘記加油OK 好那 很多東西我會在後面慢慢介紹 其實我現在比較推薦說 不管是 Spinner或是 就是我會在Spinner上會 更多的 產品 然後可是 在EDC上面我也會 盡量去做一些產品 讓大家看一下 對 就是可能國外流行些什麼 或者是說 EDC 流行些什麼 因為Spinner也是EDC的一部分 那 希望大家就是能多多 給我建議 或是給我一些資料 那 也很謝謝大家 就是都會 常來看我的那個 評測 OK 那還有 謝謝EAN哥 幫我調一下這個燈光 真的 感謝你 謝謝EAN大神 好 那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大家拜拜 拜拜